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那我現在要分享我在韓國買到的娃娃鞋 那兩雙款式其實就很像 那這一雙是我這次去韓國本來 就是決定在去韓國前就已經想要買的一雙鞋 就是大家應該都知道的ROCKFISH的娃娃鞋 然後因為我家有點暗 所以它實際上的顏色是有點那種藕粉色 然後有一點點就是亮亮的感覺 然後另外一雙它是一個韓國的品牌 是SAPPUN應該是叫SABEN SAPPUN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那它是一個韓國網美自己出的品牌 然後我買的是全白的 然後它也是有一種就是亮亮的感覺 那為什麼會買兩雙呢 是因為我們到韓國的第一天 其實我們就去逛了現代百貨 就是乳伊島新開的現代百貨 然後在它的B1還是B2 我就有先看到這個牌子 那這個牌子其實它的成列跟它現場的鞋子 會讓我感覺有一點點像台灣的一個鞋的品牌叫D加AF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買過 那我自己是有買過那個品牌的鞋子都還蠻好穿的 然後這個SAPPUN 就是很韓國的這個網美品牌 就是我覺得大致上鞋子的感覺跟D加AF蠻像的 那因為那時候我就看到這一雙 我就想說 因為那個本來想買的ROCKFISH 我也很怕找不到 然後試穿之後我覺得這個的腳感很舒服 然後穿起來的鞋型也很好看 所以我就在第一天先買了這一雙 然後是全白的 然後後來我們去了那個滲水洞 就是我原本查的那個ROCKFISH的店就在滲水洞 然後我沒有找到那個這家店 然後所以我就還是進去逛了一下 然後原本是想說 剛剛情衣霜已經買了白色的 想說這個買個黑色或深色的好了 但是我後來拿了黑色或深色來試穿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穿上去有一種很像功夫鞋的感覺 不管是有蝴蝶結或是沒蝴蝶結 我覺得我穿起來都蠻怪的 所以我就選了一雙就是 比較有一些藕粉色的感覺 然後這是他們的經典款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的鞋底 就是有他們的LOGO 然後我在現場還有看到一個 就是他們這個底是黑色那種 菱格紋軟軟很像枕頭的那個材質 那那個穿起來也是蠻舒服的 但是我就是還是買了這個基本款 對那我兩雙給大家比較一下 因為這幾天就是我朋友 知道我去韓國的朋友都有一隻說 就是我在都有一隻問我說我買了什麼 娃娃鞋這樣 所以我就想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兩雙 然後其實大家看鏡頭上就是 其實白色這一雙看起來會比較瘦長一點 然後他的這個底裡面是做這種就是皮的 有軟墊的這種 然後這雙他就是比較 呃他的底就是做布面的感覺 然後他袋子的這個袋子 位子不太一樣 就是這雙比較上面這雙比較下面 然後兩雙穿起來都非常的舒服 對然後如果其實真的硬要推薦的話 我會覺得我穿這一雙韓國品牌的腳型 看起來比較好看 就是比較細長的感覺 但是Ruffish就是 感覺就是比較休閒比較慵懶吧 但是我覺得大家可以試穿一下 因為黑色的或深色的 我自己穿起來是蠻奇怪 有點像功夫鞋 但是這個顏色我覺得很美 好就跟大家參考囉 給大家參考 掰掰 好我的這一隻腳 豆沙社這一隻 是Rockfish的鞋 這個白色是Sabon的鞋子 然後真的硬要說不同的話 我覺得是 Sabon的這個鞋頭 感覺在更瘦長一點 然後 其他真的都差不多 然後 這個的袋子再往前一點點 對了剛剛那個影片 前面的片段沒有補充說明到一個地方 就是 我覺得Rockfish的鞋盒 因為我覺得它做得很精緻 所以我有特地帶回來 做得還不錯 然後重點是 它裡面附的這個鞋帶 就是它同色系的鞋帶 我不知道其他 顏色的鞋子會不會附 就是跟它 可能淺色就附淺色 深色就附深色的鞋帶 那它這個鞋帶 滿精緻的 就是它也是有一種那種 亮面布的感覺 對 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就是 Sabon這個韓國品牌 它其實就是用一個鞋盒 滿普通的鞋盒裝 然後它是用透明的 透明的那種 算是塑膠袋的 袋子裝著 就是沒有像Rockfish 就是 有這麼精緻的鞋帶 然後價錢 我剛剛忘了說了 就是 這一雙Rockfish 它折合台幣 大概 1600左右 對 好像現場還有什麼 家會員會在打折 反正它定價就大概 1600左右 然後這雙Sabon比較便宜 折合台幣 就是大概 大概 接近1000 對 然後它可能有時候也會有些折扣這樣子 所以 就是我覺得 兩雙都不錯 就是 大家還是正好去試穿 因為也許 每個人的腳型 穿起來不一樣 對 那其實在鏡頭看 就可以看出他們兩個 還是有一點點差別 但是穿在腳上 基本上沒有這樣比較的話 其實看不太出來 對 就這樣囉 掰掰